俄罗斯战机在空中炮弹连发 总扫地面上的目标 俄罗斯空军最新声称 摧毁乌克兰5架苏-27战斗机 而不久前 乌克兰才传出消息 说这个月就可以迎来首批F-16战机 但乌军不是刚坐着空等F-16 其他主力战机持续打击俄军制空优势 目前米格-29是乌军主要战机 飞行员接到命令能在12分钟内升空 但因为雷达系统不先进 不适合攻击无人机或巡弋飞弹等小型目标 得靠飞行员的鹰眼决定轰炸时机 这些乌克兰战机能先发制人 毁掉俄军地面部队和装备 减少被击落风险 又能为自家军队助阵 尽管俄军炮弹不断落在周遭 这位英勇的乌克兰女兵 依旧镇定不乱 装填子弹 准备横横回击 后方支援友军也没闲着 用一架又一架无人机 扫除其他俄军坦克和军备 让敌人最后只能狼狈用 几乎只剩炮管的自制大炮回击 争取逃跑时间 不过战争一天不结束 乌克兰民众的性命就多一天风险 正值乌克兰和欧盟展开入会谈判之际 目前轮值欧盟主席的匈牙利 总理奥班罕见访问基辅 这也是无二开战后 奥班第一次造访乌克兰 果然向泽伦斯基谈到停火 不过奥班长期被视为 是俄罗斯总统普钦 在欧洲最有利的盟友 乌克兰副总理认为 奥班的温情喊话 背后可能拿乌克兰入欧盟谈判 做谈判筹码 乌克兰副总理表示 过去几十年与俄罗斯都在谈论停火 但也没个结果 对一个正位保命而战的国家来说 此刻更不可能再提休战 同时美国也宣布 再加码送给乌克兰军援大礼包 这是这项大礼包能不能送出去 恐怕还是得看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因为川普曾放话 如果他上台 除非进行停火谈判 否则将减少军援乌克兰 对于美国大选 俄罗斯总统普清正在隔山关虎斗 他打算减少俄罗斯石油产业 对外国设备的依赖 让战争裁员不受他国牵制 普清同时也派出舰队到委内瑞拉 继续向西方大秀军事威吓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陆军的主力坦克M1A1 埃布兰大秀肌肉 年初才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 原本要助攻抵挡俄罗斯侵略 等了好久才来的武器 却无法有效扭转战况 乌克兰只能借着其他武器应急 靠着外援补足部分武器储备 再动用捷克制的吸血鬼多管火箭 希望能在战场上带给俄军重重一击 但撑过两年多的战事早让前线士兵疲惫不堪 而且同僚还一一阵亡更打击士气 德国世界报纸指出 乌克兰美季需要征兵五万人 每年额外增加二十万的兵力 才能补满在战场上的折损 但近期人力远远落后目标 该防的还不止俄罗斯 白俄罗斯也是不定时炸弹 据传乌克兰在北部边境 巧巧增兵部署武力设备 这当然也引发两国不满 白俄扬言必要时将动用非战略核武 因为连北约也强化防御 在周边动员超过两万兵力 设置十个战术营小组 但这没能减缓战争扩散的疑虑 波罗的海三国计划 砸六千五百万美元共逐边防设施 沿着俄罗斯边境加盖六百个军事碉堡 再搭配无人机实时监控邻国 The America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admits that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ay decide to engage in a large-scale armed conflict with NATO 而匈牙利总理奥班周二 在俄乌开战后 首度前往基辅拜访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 由于他过去亲俄立场明显 显现这次到访 有意撮合两国和谈 美国Politico新闻标题 还以欧盟防卫双面人冠军来称呼奥班 但至今还没看到任何迹象显示 俄乌有可能坐下来和谈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又在乌克兰东部 哈尔科夫和盾内刺客占领两座村庄 前线战线推移日夜都在改变 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地周二也击退在哈尔科夫附近的俄军 他们遭到连续17次偷袭 结果都没成功 不过现在荷兰援助24架美制F-16战斗机 也已经批准准备送到乌克兰 乌克兰战场士兵不愿俄罗斯白白夺走自家领土 期盼先进战机到手后全力反攻 要俄军为他们的残忍侵略付出代价 写债写还 TVBS新闻怎么到